兩年 我說 我懷疑這個槍是民進黨開的 我講兩年了 活力全開 炮轟民進黨 網紅館長陳之翰 兩天兩度直播 指控二零二零年八月遭槍擊 一口咬定就是民進黨開的槍 也正面回應黨團開告誹謗 民進黨臉書發文針對陳之翰先生的造謠抹黑 為請律師黃定到北檢地狀 提告誹謗 館長本人也在臉書 回應人生最棒的一天 感謝民進黨對他提告 絕不辜負民進黨對他的好 但現在卻有人認為陳之翰 是為了搶他的流量 暫時先暫停 因為我自己有發生 做錯事情的狀況 所以我要在這邊先處理 曾幾下館長在五月奪下 斗內排行榜冠軍的朱學恆 近期深陷信騷風波 就有網友翻出館長七月份 斗內以七十六萬多元再度奪冠 牙醫師史書豪就在臉書分析 館長嗆瞎舉動就是搶搶斗內 霸主 要在朱學恆回歸前 趕快拉高仇恨值搶斗內 藉此來補貼健身房 以及電商的營業虧損 現在這個言論越偏激越辛辣的話 就像當年那個韓正一樣 哇 這個就整個韓正話 文長這回只憑心情 跟主觀揣測大動作質疑 民進黨買兇開槍 贏得聲量卻拿不出證據 就怕不能全身而退 恐怕很難再贏得 粉絲認同 三線新聞高官宣校幫民台北採訪報導 在旅行時尚旅時尚旅行 我們拍攝成本地的 場稍為 非常豪華